你每被人栽赃重伤,张新宇所谓的黑历石被挖出来,公布于众后男友李晨感觉很崩溃,没有面子,所以李晨和张新宇直接分手了。 但是俗话说得好,久得不去,新的不来,被李晨揣开后,张新宇遇到了一个更好的男人,他是现役武警军官和杰先生,一个比大黑牛更高大帅气的暖男。 10月3号,张新宇没有拍戏或参加代言走学活动,而是亲自去超市购物了。 这家超市的一个顾客发文说,发出猪叫声,张新宇,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你,亲眼目睹张新宇。 该网友内心相当激动,想必此时心脏普通普通加速跳动,戴白帽子的女子就是张新宇,身穿一件宽松蓝色外套,大腿包裹着紧身裤子。 脚上踩着一双拖鞋,有些不修蝙蝠,不注意形象,旁边戴墨镜遮挡的男人就是老公和杰,认真陪伴在张新宇身边,以为不时之需,有粉丝托粉说,开始我是很支持这一对的,现在有点反感了,偶尔晒晒无可厚非,今天晒就让人反感厌烦了,话说这男的不是军人吗?这样平凡秀好吗? 张新宇粉丝当场反驳,别人低调在超市买点东西,也不行吗?军人就不能和老婆一起过日子了。 张新宇为了和解,搬去广州定剧,就是想一起过日子,你们算了什么?变态还是弱智。 也有三观众的网友一挺说,夫妻俩逛个超市买个东西,穿着品尝衣服也要被喷,明星也是人总不能都不出来吧。 再,属网友拍了上传也要被说,什么人啊?说是也要分场合分,事情不要不分青红色白酒喷。 不少本次纷纷对喷子和键拍下,人家出门买个东西都挨骂,一些网民的素质太低了,不挨看可以不看呐,又要看又要骂人家炒作。 你就从来不出门买东西吗?真好笑,就是,这些人真变态,别人两口子日常生活都不能过。 图片看出来,他们已经很低调了,本位一点好作者原状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